今天突如其来的一场冰雨袭击了大多地区 使得多伦多和其他地区的路面变得十分湿滑 室内交通事故频发 许多地区出现了断电 不少学校也宣布停课 今天早上冻雨袭击了多伦多 许多市民出门时发现车窗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大多地区交通受天气影响 发生多起交通事故 许多路段车流行驶缓慢 为此我们特意采访了环境部气象专家Melody扬 谈论了这次冻雨的行程和影响 这个Storm它从D7R系统来自于南部 美国西南部 反正从Clorado那边过来 冷空气是从北边下来 所以呢这样交汇呢 这个D7R系统就在我们这个湖区啊 这个就加深加强 在多伦多地区呢 主要就是这个以冻雨为主吧 本周是长周末 许多市民也关心假期出行状况 Melody说周五冷空气就将移出南安省 星期五早晨呢 应该说基本上全部雨 就冻雨出去 移出这个安省了 就是我们这个南安省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 降雪降雨这个冻雨就结束 基本结束了 气象专家也提醒市民 春季冷热交替 不要过早收起冻雨 真正暖活可能要等到5月中下旬 今天早上一场冻雨袭击了多伦多 道路变得湿滑不堪 从凌晨到早上 大多地区的警方已经接到了200多起车祸事故的报告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市民 行车走路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保暖和防滑 这里是CCC TV记者Nancy的报道